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音乐程度是比较信息一点的 但是我会从正面去跟他说 嗯 也好 当中你们不会有哪个哪个特别劲的 你会觉得我都比不上他 会多些同心合意的 但是在这个练习上的确大家会有些少少沮丧的 琴太人的前奏他们进不了那首歌的那些情况 一定要正面 我发现原来信心 就不是真的不行 因为其实视换了这么多年 还有可能就是大家觉得大家都差不多 我又不可以认识其他人 那我看看你啦 你又看看我 我又看看你 你又看看我 但是呢 开始了训练 没多久 接着就疫情开始严峻了 全部就停了训练 只可以用Zoom 其实他们已经算是Active的了 但是呢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个月 第二个月 一直到差不多四五个月之后 都开始那些情绪就浮出来了 不可以回教会去大崇拜啦 的确是有一段时间是比较低沉的 大家本身音乐的情况不是最强啦 那就算回到去呢 需要一个时间 warm up 引来另一种的沮丧 咦 但是呢 教会正在想着去做一个音响的更新 在我们做不到 刚常那些回来的连歌呢 就可以回去搞工程 建立了 一个 硬件 那段时间因为我们很多东西都真的要 要做好我们的录影啦 最初的时候我们甚至是 只能够呢 send到YouTube的影片 叫做大影节目 自己看YouTube过的歌去敬拜啦 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发现这个音响的配套 成为了他们一个成长的位 也是成长比较快的位 当中我留意到有一些我没想过 他对音响有兴趣的鼎姊妹 他们是卫生的其中 最近我们呼吸了实体崇拜 成立了三队的音响 每队有三个人就 每三个月就只剩一次 学习去怎么去服事 还有过往这一年 就是有段时间我们回不了去念 他们很着急这件事 呼吸了实体崇拜 整件事呢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进步 突然间是神速 真的神速进步 同时我们也开始一些青少年 敬拜者的侍奉 其中一个我自己很感恩就是 在教会当中 其实有两个的姿体 他就跟我私人去学琴 就是我自己觉得整件事 我是很尊重的就是 原来真的是一种 好像雷应外合那样 大围去教他们敬拜 有时不可能逐个逐个去处理一些 他个人的事情 能够跟他们去同行了一段时间 都有年纪时间 他们最初是不可能做到伴奏 其实最近就开始去 尝试去做私琴 而且是两个去拍着当做 是一个对团队一个很大的振奋 因为我刚才说的 其实团队里面真的 不会说有些很突出 在音乐上 但是呢 他们的事奉 是远超过我的期望 我不是说我教得有多好 有整件事是一个互相的配合 当然我都觉得这个方法是合适的 所以我都会推一个这样的课程 我们的爱 júc m'ra 我们 Anchor 得寻合 我们凶 我们FIn 我们AD